不得了了呀 不得了了 小奥特曼被抓了 注意看 就是这个神秘人 把小奥特曼们都抓起来了 就在刚刚 小奥特曼放学的时候 神秘人守在了路上 把小奥特曼都抓到了他的车上 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小奥特曼该不会有危险吧 哈哈哈哈 好开心 今天收获一车满满的小奥特曼 这下可以卖个好价钱了吧 这就出发 小朋友们千万不能发送666 告诉赛博我抓小奥特曼去卖哦 我妈 原来这是一个奥特曼贩子 可惜的是我们没办法看清他的脸 不然就把他的照片拍下来 发给赛罗奥特曼了 就这样 小奥特曼们大声呼喊 也没有被人发现 神秘人开着车迅速离开了 这下糟糕了 他该不会真的要把小奥特曼都卖掉吧 小奥特曼们害怕极了 就在这时 神秘人开车把小奥特曼都来到了这个门 喂喂 这是干嘛 你是什么人 你来干嘛的 只见他走下车来 难道这里就是收购奥特曼的地方吗 嘿 我今天抓到了好几个小奥特曼 快去问问你大哥收不收 正好这是小泽塔 准备去帮妈妈打酱油路过这里 似乎听到神秘人的对话 心里明白 小奥特曼出事了 这颗带赶紧回去告诉大人 看门的小弟赶紧进去禀报大哥 原来 黑暗炸鸡就是收购小奥特曼的幕后指使者 他们究竟想做什么 为什么要购买小奥特曼 你快去看看 到底是哪些小奥特曼 有没有小赛罗 等下我再跟他谈价格 好的 小奥特这就去 这里面有多少个小奥特曼啊 里面有没有小赛罗 你是怎么抓到这些小奥特曼的 你快说清楚 我们老大才见你 去去去 你怎么落里啰嗦的 滚一边去 我自己进去问你大哥 说完 神秘人就开车闯入了黑暗炸鸡的基地 嘿 兄弟 小奥特曼要不要 九成新的小奥特曼 威侠 给个价格 通通都卖给你了 你 你怎么闯下来了 你这里面抓了小赛罗吗 有小赛罗 我可不敢收你的哈 赶紧走 为什么 小赛罗不好吗 你就收了吗 便宜点卖给你 不不不 不必了 谁敢收小赛罗啊 被赛罗奥特曼知道 这不得挨揍 我可不是赛罗的对手 因为有太多小朋友喜欢了 还天天给他发送小新兴能量 我们都打不过他 我真的不想自找苦吃 你还是走吧 你这个胆小鬼 真没用 小泽塔在外面守了很久 也没见里面有什么动静 赶紧打电话 让赛罗奥特曼快来 就在这时 神秘人居然把小奥特曼绑了起来 他到底想做什么 难道 难道卖不出去 还想考来吃掉吗 这也太可恶了 我真的太生气了 辛辛苦苦抓来的小奥特曼 居然卖不出去 那我就把他们都吊在这里吧 反正没卖到钱 说不定这样做还可以让赛兔子和其他奥特曼都伤心伤心 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也不算白费功夫了 可以可以 你真勇敢 那我就在这里看看热闹吧 万一赛罗来了 可不关我是哈 哈哈哈哈 我也想看见赛罗难过伤心 兄弟好样的 就这样 神秘人居然把小奥特曼都挂在了网上 让他们风吹日晒 大夏天的还放一些火在底下加热 他真的是不安好心啊 赛罗奥特曼怎么还不来 小伙伴们赶紧发送三朵鲜花告诉赛罗吧 太感谢小朋友们了 由于小朋友们不断发送表情包通知赛罗 忙于工作的赛罗才拿出手机看到小泽塔的求救信息 赛罗拨打电话去人位置后 骑着他的新武器赶往现场 救助小奥特曼曼 糟糕了 糟糕了赛罗真的来了 赛罗可不关我的事 他要把小奥特曼卖给我 我可没有 我也没欺负小奥特曼 你可别揍我汗 你快别说了 你就不是什么好人 你们这一群黑暗的家伙 竟然敢欺负光之博的小奥特曼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我能看到的 听到好人 你什么事 干什么事 不想听听听听听听听 Australian 打个音 是在那儿的 我的本事 有加坡 突然 你可能是两刻 我可以 你 对 可惡的雜雞 看我怎么收拾你 反贩卖我们光之国的小阿特曼 我就是死罪一条 我今天要审判你和这个怪兽 可惡的怪兽 今天我塞罗飞让你滚出我们光之国 果然 赛罗就是一个正义的奥特曼 这个黄金赛罗也太强了吧 不费吹灰之力 他就收拾了欺负小奥特曼的坏蛋 小朋友们 快给赛罗奥特曼鼓掌吧 话说回来 相信光的小朋友 都喜欢什么形态的赛罗奥特曼呢 快来告诉我吧 明天再见了 拜拜 爸爸妈妈 你们怎么了 你们怎么变透明了 你们可千万不要消失 丢下我和妹妹不管啊 爸爸妈妈 我和哥哥不能失去你们了 有没有人来救救我爸爸妈妈呀 小赛罗强妹妹 妈妈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感觉自己体内的红色能量越来越少了 要是爸爸妈妈离开了 小赛罗强妹妹你们一定要好好地生活下去 不行爸爸妈妈 我不会让你们有事的 我们还要一起去游乐人玩的 妹妹走 我们现在就去找其他的奥特曼叔叔来帮忙 特利加叔叔 你可以帮我救救我爸爸妈妈吗 他们快没有红色能量了 已经变成透明的了 我已经快看不见爸爸妈妈了 小格力乔不要着急 你赛罗爸爸和格力乔妈妈人那么好 他们一定不会有事的 我这就想办法解决 你快带我去看看 随后特利加奥特曼火速赶往了现场 此时小赛罗也找到德凯奥特曼叔叔帮忙 德凯叔叔 你能救救我爸爸妈妈吗 我爸爸妈妈已经变成透明人了 他们快没有红色能量了 我不想变成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 小赛罗你别着急 我一定会有办法救你爸爸妈妈的 你不会变成没人要的孩子 我们光之国有这么多奥特曼 还有小伙伴们的红色能量 一定会救回你的爸爸妈妈的 快带我去看看 不好赛罗格力乔 你们两人的红色能量怎么越来越少了 你们要撑住 你们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是啊 赛罗格力乔 你们还有小赛罗和小格力乔要照 你们可要挺住 不要就这么离开了 我们光之国也需要你们了 我觉得诺亚前辈有办法救赛罗格力乔他们 我们赶紧找他试试吧 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随后 他们来到了诺亚修炼的地方 诺亚前辈赛罗格力乔的红色能量快消失了 已经变成透明人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们 如果再不及时救他们的话 他就会变成神像 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他 不然赛罗格力乔就要永远的离开我们呢 他们的红色能量被怪兽吸走了一大半 我们必须传输红色能量给他们 可是我们三个的红色能量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地球上的小伙伴们给我们红色能量 这样我们才能解救赛罗格力乔 等我们收集完能量之后 再把能量注入他们的身体 这样他们就可以恢复原样了 不一会 就有无数的红色能量飘落 于是三个奥特曼开始给赛罗格力乔传输红色能量 太好了 我的爸爸妈妈恢复原样了 我们又可以一起去游乐园玩了 谢谢三个奥特曼叔叔和洛亚爷爷 我当时还以为自己要离开奥特曼这个大家庭 谢谢你们和小伙伴们给我输入的能量